HELLO 大家好,我是Jack 今天要帶你來看洪水橋的丹桂軒 相信在很久以前看過我的影片的觀眾 都知道丹桂軒的樣子和位置是怎樣的 但今天也會重新帶你走一次 和拍一拍一個屋卷的外觀 因為它比起你們看的分層單位有些不同 它只有幾層高,是一個很舒服低密度的屋卷 另外今天我們要看的單位 有個業主找我,希望減少少價 由450 萬到400 萬 放賣一個它的單位 稍後就會帶你來看 如果你在找上車本就應該是對的 因為本身丹桂軒的屋卷 紐寧05年而已,是恆基的 也算是一個半身的屋卷 不算太舊 然後我會順便帶你們來看一個 我自己看資料 都很喜歡的單位 一個地下花園單位 聽我的同事說,還要有裝修 現在就來看看這個單位是怎樣的樣子 如果看完之後,你對這個單位有興趣 記得找我看樓 以及如果覺得不喜歡 或者這段影片有甚麼改善的地方 不妨留言告訴我 現在就立即出發 首先,屋卷的入口 它說在洪水橋青亞居這個小路 再入少少 見到白色、黃色 這裏就是青亞居的了 走到進來這裏 單季軒就是這個了 它大多數都是地下 一樓、二樓、三樓連同天台 即是四層高 它是05年3月開始入伙的 會有8座 119個單位 面積就由274呎 去到674呎 現在就來出發 看看這個屋卷先 首先進來的環境 可以見到附近 都比較多綠化的 雖然它屋卷不是一個很大型的屋卷 只有8座 但是它本身內緣 可以走到的地方都不小 加上是一個低密度住宅 很多位置 而且看到出去都是有些樹景 或者看到一個很廣闊的天空 感覺都頗舒服的 我們到了 我們現在進入單位 首先我們看的這一間 會有一個三房單位 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待會我們最後會看的 這個花園 這個花園是很漂亮 有300呎左右的 而我們現在這個單位 面積是535呎 就只是計算單位裏面的面積 首先說一說這裏的闊度 這裏是8呎7 而深度是21呎 當然 因為業主本身在門口的位置 這個位置做了一些地軌 如果由露台去到地軌這個位置 就只是大概是10呎 11呎左右 即是一半 而這個單位本身的廚房門口位 就是這個位置 業主當然可以看到它做了一個開放式廚房 其實這樣做了之後 我覺得都蠻舒服 因為我的話 如果你買到花園 一定經常開派對的 而廚房也好像有一個叫做 調酒區的地方 即是可能朋友會坐在這個位置 你可以在裡面聊聊聊天 喝喝東西 而當然 那個電視機位如果可以 當然是拉過來 這個位置放電視 一邊看電視 一邊聊聊天 一邊做些食物 做些小食都不錯 首先看到業主 本身廚房的裝修 色調 都是以一個木 和灰色為主調 容易打理的 這個 除了不算它這個 叫做一張桌之外 早餐桌 它是一個曲尺形的櫥桌 用起來可以的 正常都是這樣 而上面還有微波爐 差點看漏了 然後這些基本設備 七油煙機 洗雪櫃 洗衣機 這裡裡面還有 還有些位置 都是另外一個微波爐 然後下面 應該是放一些 放垃圾桶 儲物箱的地方 可以幻想一下 你的朋友在外面聊聊天 你在這裡做東西 洗碗 都是不說 然後來到客廳 客廳剛剛說到 接近9呎 是一個寬敞的空間 其餘如果家裡有小朋友 就對了 我們先看看花園 然後 花園這裡的面積 大概有300呎 本身已經看到業主 其實也挺好保養這個花園 而且它也有些品味 還有些花 自己買了一些木製的東西 因為對面應該是其他單位的地方 做一個很好的私隱 然後業主也做了一個防水的儲物箱 這個箱雖然 未必可以裝冷氣 但如果多一個儲物空間來說 尤其三房單位 小朋友東西真的多的話就適合了 有窗的 我見過有些是會真的裝冷氣的話 就是工人姐姐房來的 然後呢 這裡還有一個防水儲物箱 另外這個位置 水和電都有齊了 正常其實水 就算這裡不太多 都會在單位裡拉出來的 它本身已經做好了 你們不需要再弄的了 原本呢 這個位置應該是洗衣機位來的 看到有來水 那地下這裡就去水 讓你們再看一次 對了 那花園其實我挺喜歡 然後最重要的 很多時候呢 花園的地方呢 除了無可避免的 就是樓上一定會有其他的單位 對啦 但是這裡呢 我們這一座 是地下一樓二樓的 跟著沒有的了 而旁邊這一邊呢 是它 廚房和洗手間那邊的窗來的 不會故意看你的 而呢 我們現在這裡上面有個棚 下雨當然可以關上 如果平時就這樣 看著這個 都叫做廣闊的 就是叫做我可以在這裡 這樣看下 這邊的景 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想像到 好現在我們看完花園了 我們進去單位 單位都不小的 房間 現在就來看第一間房 那這一間房的景觀 會是看回剛剛我們看到的花園的 而這邊的闊度就是七尺半 而這個深度就是六尺半 那本身呢 那本身呢 業主這個位置都做了些地櫃 應該是預了放一張三尺半床 放在床屋 放在這裡 但當然啦 如果你問我 可能到時你們都會做回書桌 或者是 放回一張真的床 那另外走前一點 就是這間會是主人房來的 因為這間房是最大的 那這一個 的闊度就是 這間房 會是七尺半 而這間這個位置呢 大概是去到九尺 八尺幾九尺的 而地櫃 業主也是做了比較多的地櫃 其實都幾新正的 你們可以適合用的 儲物空間也有在裡面 好 我們首先看完先 跟著呢 看完這一間 這一間呢 是屬於一個最小的房間 六尺 乘六尺半的 而它唯一呢 它就不是看著後面 自己花園 它是對回呢 剛剛我走進來的那些位置 換言之呢 這間房的私隱度會低一點 即是低的 那可能在窗的溶那邊呢 真的要長期拉窗簾 那但是三間房內 低密度住宅就會有少少這個情況 那當然啦 如果這間房本身是一間 雜物房 或者是一間普通的書房 那或者窗簾都會拉開的 甚至乎現在很流行的一些 反光啊 反鏡啊 的玻璃紙 你黏在窗上 其實都可行的 跟著最後來看洗手間 那業主在洗手間 用這個木色 用木的質地 木的紋 去做一個廁所的裝飾 其實挺舒服的 然後有窗 有浴室寶 跟著呢 是一個浴缸來的 那反而呢 比起它本身自己的裝修過 和業主本身都用得很麒麗 可以 都沒有特別的東西 需要收拾 就可以用得了 這個單位 OK 那現在呢 就去看 我在片頭說的那間減價盤 現在就立即出發 順帶一提 本身 丹桂軒這個屋卷 不算一個在路邊 輕鐵站旁邊 商店旁邊的屋卷 屬於一個比較優靜一點 然後距離有一點的 大概是三至五分鐘的屋卷 那我見到呢 其實大多數出入呢 有時居民都可能會踩單車 而我見到 走過而已 見到都會有單車 是放在屋卷裏面的 那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即是最好當然放在自己的單位 戴回我的頭盔先 好 現在呢 就來到這間 兩房半的單位 說一說呢 它使用面積是399呎 那究竟怎樣 399呎 做兩間房 還有一個儲物室呢 現在就來看看 首先呢 這裡會有一個小小的圓關位 那現在我們見到這個走廊位 會是兩尺磚來的 即是換言之這裡三尺 接近四尺左右 而入門口 右手邊是第一間的小房 忘記開燈了 我讓我燈給你們 那這一間就是其中一間小房 看外面是什麼呢 又忘記了說 我們這個單位 還有一個花園 我們最後才看 但就不在單位裏面出的 而這裡呢 就是兩尺磚 差不多接近六尺 鬆一點點 就是那個闊度 而這個深度 可以去到八尺 即是換言之 你把四尺床放完之後 都還有四尺位給你擺東西 然後我們看完這間房 走進一點點 就是單位裏面的客飯廳 業主都做了適當的裝修 但油油 可能你們要油油 地上可以保留 清潔一下都可以用 然後這個闊度 是七尺 而這裡呢 這個深的位置 已經是去到十五尺 換言之 好像不是太拍到給你們看 讓我拍給你們看 先看看 這個闊度 其實一般兩人至三人 可能是小朋友 的家庭其實夠用 還有屋卷 客廳這個景 看著自己屋卷裏面 雖然鮮硬度會低些 但外面我們現在 在屋卷裏面的座數 其實這一座就一座 然後後面是沒有的了 會出入在前面的人 其實很少 而看著這個就是屋卷的公園 有時候小朋友要去公園玩 你可以在單位看著它 因為還是屋卷裏面的 接著來到廚房 廚房本身的長身 換成玻璃堂門 有空間感之餘 另外也不會讓油煙 傳到出廳 現在看到這個就是廚房 廚房、雪櫃、洗衣機的擺位都可以在 不知道業主會不會留下 我之後再問一下 來到儲物室 先開燈 儲物室這裡的闊度 5呎鬆一點 而深度也是大概5呎多一點 我想工人姐姐房 應該勉強一點 工人姐姐好像沒有那麼高 看你們的用法 我建議都是做儲物房 因為我又不見有冷氣 應該是就這樣做儲物室 但是如果家裏有小朋友 有儲物室就很重要 接著洗手間 其實除了剛剛門口的 懸關位 即是有個走廊位之後 其他都沒有走廊位 所以399呎實用 其實都真的挺健勢的 這個洗手間 我自己覺得洗手間 略嫌小一點 但幸好現在洗手間 又未必說 細小一點 未去快一點 有窗的 不是一次 接著最後最後 都未到最後 現在我們再看花園 這個是主人房 其實兩間房 我感覺大小 都是差不多 都是6呎鬆一點 而這個深度 會再深多一點 9呎多一點 變相可以放完 4呎半床 來到這裡 還有 還有其他的位置 讓你放衣櫃 或者梳妝桌 那好了 主人房的景觀 看回出去 這一個 不過我想這個 咦 看不見到對面 旁邊的屋 你是看到我的 因為它是會用了 反光的玻璃子 變相的鮮度就高了 但是你裡面 又看到外面 又不影響我的景觀 當然這個 你們考慮 到時候我們出去看看 花園的位置 其實呢 咦 讓我出去 先 這裡 就是 雖然有點硬 但你當是送的 但我看到旁邊 都做得挺漂亮 旁邊做得挺好看的 這個花園仔 雖然不大 但是我想 我們可以用的位置 就是這裡 而已 那這裡放什麼呢 我想這條行李 如果你不想 放單車在 屋苑 即剛剛它旁邊的這個位置 你不想放在這裡的話 你放回自己的欄一邊 或者都是有些 淋滋的東西 可以放在這裡 這個是我們單位裡面的 主機 不用搭棚 可以進去 地下本身也不用搭棚 好了 看完了 最後要跟你們說說 就是現在我們看到這裡 就是單季軒裡面的 露天停車場 我問過管理員叔叔的話 他這裡 車位月租就是1600元 其實雖然暫時可以看到 眼見這麼多位置 暫時沒有空缺 如果都想租車位 就去對面青亞居 青亞居那邊 會給高幾百元 但是會有蓋 相信也是其中一個選擇 然後我們會走出去 看看去到青亞居的門口 看看那一架小巴 去元朗西鐵站 現在我們就由這個位置 單季軒的門口 走過去 這個青亞居對出的一個小巴 這一架就是32號小巴 由玉桂園門口 是總站 去到元朗西鐵站 這架小巴 是由這架小巴 是從元朗西鐵站回來 洪水橋 這架小巴 是由早上6點到晚上11點 全程收費是6.4 如果你是去西鐵站上班 都可以考慮搭這架小巴 直接去到元朗西鐵站 或者回來的時候 就組一個站落車 不用去天水園站落車 元朗站落 搭這架小巴 就可以直接去到屋苑的門口 現在我們之後就會再走出去 走一走 去回洪水橋的中心位 告訴你們一個距離 現在我出發的時間是3點29分 現在就馬上出發了 走到這裏 走了4分鐘的補程 就來到洪水橋 相信如果住在洪水橋 或者來過這裏吃東西的觀眾 都知道 這裏大大話話的餐廳 都有6至7間 還會有便利店 超級市場 然後如果要走去輕鐵站 買東西吃東西 那些都很方便 另外還有巴士站 這次這個單位就看到你這裏 不知道這個銀馬 和地下花園那間 合不合你們的心水 有興趣看樓 記得找我 我希望你愛你 找我 都可以見你找我